幫我們看第五題 他說這個方程組有兩組以上的結 他是講說有兩組以上的結 所有兩組以上的結的話 一定就是無窮多數結 為什麼 因為這個方程組的話代表三個平面 三個平面的話 它的相交情況的話 只有幾種情況 三種情況 第一種就是交一點 就是說兩個平面這樣子 交一條直線 第三個平面這樣子 這樣三個平面交一點 或者有無窮多數結 無窮多數結的話 它可能是交一條直線 可能平面 就是三個平面重點 就這樣子 或者是無解 無解的話就三個平面平行 無解的話情況比較多 或者是說三個平面交以三條直線等等 就是說它既然是兩組以上的結的話 代表至少這三個平面交兩點 至少有通過兩點 那有通過兩點的話呢 它可能是一個直線 或者是一個平面 但無論如何都是無窮多數結 再來我們來檢查一下 這個三個平面的關係 首先 這個三個平面呢 都沒有任意兩個平面互相平行 我們看 如果兩個平面互相平行的話 這個係數要乘比例 這個都沒有乘比例 這個無論B是多少 這個跟這個都沒有乘比例 這個跟這個也都沒有乘比例 反正說 這三個平面的話呢 它都兩兩不互相平行 那兩兩都互相平行的話 那要嘛 第一個 就是說一組結 那一組結的話 那麼這個行列是 就是 德塔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 二三一 三一一 那一一一三 這個呢 就不等於 不等於就是一結 那或者呢 另外情況就是說 那這個叫一結的話 就是 兩個平面這樣交一條直線 那第三個平面這樣切過去 要交一結 那第二種的話就是說 無窮多主結或無結 就是 德塔等於0 等於0的話 是無窮多主結或者是什麼 或者是無結 那無窮多主結就是說 這三個平面 交一條直線 三個平面交一條直線 三個平面交一條直線 或者無結 無結的話就是說 三個平面交一條直線 那它說現在無窮多主結 第一個這個德塔要等於0 第二個的話 我們檢查一下 這個小行列是不等於0 所以我只要驗證的話 德塔D就可以了 我只要立這個德塔D 也等於0的話 那這樣它就會有無窮多主結 所以我就令這兩個行列是等於0的話 那把AV解出來 就是答案 好 第一個 這個要等於0 這個等於0 這個等於0 那再來的話 德塔D 德塔D我也要令它等於0 德塔D的話 是把這一個放到這裡 2 3 1 3 1 0 0 8 0 這也要等於0 我們先把B解出來 先把B解出來的話 那這樣多少 不用鑽子好了 這一個 把它展開來 把這行列子展開來 這6 6 加3 加3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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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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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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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2 4 2 2 18,2,8,16 加上3A 加上多少呢? 19乘以3 3就27,57 減多少呢? 這個是0 再好,這個是38 19乘以2是38 38A 加上38A 再來是這個 這個是3824 加24 這個要等於0 那這樣的話 這個的話 這個是3A 不是39 是3A 那3A減38A是多少呢? 負的35A 35A拿過去就35A 等於多少? 這兩個相加是73 73減掉多少? 減掉24 這是9 6減24 就是49 49 應該是負的 73 49 正的 所以應該多少? 7535 7749 那A的話 不大分 我們看看哪裏算錯 2816 33A 這要是0 這是0 3乘19 是57 沒有錯 再乘以0 所以這一項是0才對 那這項是0 那其他的沒有搞錯 這是0 這多少? 9872 這是多少? 9872 這是多少? 這38A沒有錯啦 這是多少? 9872才對 9872 這72才對 9872 9872 這一個 9875 9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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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銀行 這A是等於多少? 9 5分是負8 所以AB等於多少? A是5分之互8,B是4-9